去超市里如何选择含盐量低的食物 哪些食物含盐量高 今天张大夫呢 用一个视频给大家讲清楚 现在我们身边高血压的人特别多 而咱们中国人发生高血压 其中接近70%的是因为吃盐多 也就是严敏感性高血压 这是咱们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当中提到的 那么我们如何少吃盐 好多朋友有的时候说 少让家里做饭 少放盐力了 这个少放咸盐 这是方法之一 但是与此之外 更重要的 好多人没有意识到 实际上就是加工类的食物去超市里 买的这些食物 我们应该注意它的含盐量 今天的张大夫就手把手教大家看懂 首先说 什么哪些食物的含盐量 它可以定义为含盐量高或者高盐食物 大家哪个食物都有营养成分表 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如果它的营养成分表里头 钠的含量每100克这种食物超过了800毫克 这就是高盐食物 其实800毫克的这种钠呢 折合成盐是两克 也就是近乎啊 就是近似于两克 而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这个100克的这种食物含的食盐的量超过了两克 或者说呢 那个钠的标注量超过了800毫克 这个时候它就是高盐食物 大家看 这是我买的一个榨菜 这个榨菜这个配料表写很清楚 钠的含量是1880毫克 每100克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就是高盐食物 但是好多朋友会说 说张大夫这个不用看表 谁不知道那个榨菜 那个咸菜是高盐食物 这个不用看 但是呢 超市里头含有很多食物呢 你想不到它含有那么多的盐 比如说 大家看 这是一个辣椒油啊 超市里买的 这个辣椒油呢 大家猜它的含量是多少 看这个配料表 配料表上 那的含量是1810毫克 1810毫克 每100克的这种辣椒油 所以说它也是一种高盐的食物 当然辣椒油太辣 我们吃不了那么多 所以说呢 可能不太担心 因为吃辣椒油导致这种 这个食盐摄入超标 但是这种榨菜就不一样了 榨菜有的人 一顿饭能吃半盒 能吃好多 这个时候它的食盐摄入就超标了 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发生高血压了 长此以往 如果不加以关 其实呢 再给大家拿一个看 这是一个小蛋糕 这个小蛋糕 钠的含量呢 就是14毫克 每100克 它就是个低盐食物 但是高糖 以此来给大家举例 其实任何配料表上 甚至大家关注的这个可乐的配料表上 都有钠的量 看这个 每100毫升 12毫克 这也是低盐食物 但是可乐呀 蛋糕又是高糖食物 对我们身体也不好 但是以此举例 教会大家看食物 配料表 看里的钠的含量 钠的含量 如果超过800的话 800毫克 每100克的话 这就算是高盐食物 好多朋友们呢 在吃的过程中 就要注意适量 不能多吃 这就是 教会大家 看懂 这个是不是高盐食物 含盐量高的重要意义 就是当你发现 这种食物含盐量高 我们不是不能买 不是不能吃 你说这个榨菜 有的人喜欢吃 不是不能买 不是不能吃 但是你买回去 你要注意 少吃适量 不要因为吃这个东西吃多了 而带来血压的升高 如果能起到这个作用 今天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学会了 拿出你们家 在超市买的东西 都看一看 看一看 按照我说的这个标准 哪些食物是高盐食物 当然 后面张大夫 还会带着大家去超市里 一个一个看 大家关注我后头的更新 当然 还有好多朋友想 听更多会引起血压升高的 这些食物不良的生活习惯 大家点视频下方的 这个远离高血压医生 教你怎么吃的专栏课 里头我给大家 想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很详细 大家自己了解之后 自己能躲开 无形当中 寿命就延长了 高血压的发病率就降低了 好了 今天说到这吧 大家觉得视频不错 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张智英大夫 关注心理科医生张智英大夫